我回来已经一个星期了 今天晚上呢 住在房车里 因为我过无意嘛 我弟的孩子们都放假了 他们现在都回来了 家里面没地方住 就停在离弟弟家不远的 那个小区 离弟弟家小区不远的 一个停车场里 所以我就想着 我住在房车里 过去呀 回来都还都还挺方便的 根据现在呢 就是在那个视频的留言里 我也听到 我也看到了 大家好多 就是给我好多好多建议 就是说 对于我妈的治疗问题 很多人说是应该去大医院 应该去做手术 其实这个做手术 不是说我们说做就做的 他这个病现在 不是手术能解决的 因为经过检查 他骨头没什么病 就是腰的筋扭伤了 就是不能长时间 不能弯腰 检查的结果 建议就是说 回家就是保守治疗 二十多天了 就将近一个月了 经过就是这个 吃药啊 副膏药啊 已经就是 好了很多了 对一个八十个人 睡的人来说 摔到二十多天 能恢复这种状况 真的是已经不错了 但是我也非常感谢大家 大家也是处于 对我们的关心 给我了很多建议 我们是在人民医院看的 也是医院也是比较不错的 请大家放心 我们不是在小医院检查的 所以这一点呢 请大家放心 好多网友 就是不明白说 为什么我回家找不到家 我不是找不到家 因为他们搬家太频繁了 我弟他们是打工的 这两年吧 换了好几个地方了 他不是说像我们 好多人一样 有自己的家 有固定的家 当时他搬家 他都是给我发了位置 我发了位置 我知道几楼啊 我只能到楼下 所以就出现了 那种打电话 问他家在几楼的 那个情况啊 之前我也让我妈去 接我妈到我们家去住过 我们两口子的关系 就是关系不太好嘛 经济本来就AA字 我就是每次回去买点菜 都是买我妈喜欢吃的菜 但是我那一口呢 他每次呢 他买菜的时间 他就买些西葫芦和那个包菜 他知道我妈不喜欢吃 他就每次买这样的菜 后来我妈看我们家的那种情况 比较别扭 然后他真的是 在那种环境下待不惯 所以他就回 他就走了 自从那次去了以后 后来基本上就没有再来我家过 我就让他上我家 他说你们家那种情况 我感觉我不去还好一点 所以说他就很少来我家 很多家人说 父母在不远游啊 这个不远游看什么情况 以前交通不便利 出去远了回来不方便 但是现在交通又便利 回来又方便 每个家庭跟每个家庭的环境不一样啊 那我家里要是有个 疼我爱我的丈夫 他肯定愿意我 愿意我把妈妈接到身边去照顾 但是我家庭的这种状况 我不知道要怎样接 所以目前真的我也比较困惑 但是目前我只能这样做 我感觉我这样做呢 对我弟对我妈 他们都比较欣慰 上次我回来 大家也看到我们家的情况 我妈也说了 她非常支持我的旅游 因为我出去做自媒体了以后呢 因为带点货呀 挣点钱呢 能时常的补贴一下我弟他们 她心里也比较欣慰 因为她也希望自己的儿子过得好 是不是 子女呢 她的孝心并不一定 比如说有的姑娘远嫁了 嫁了很远 她就是一年到头回不了一两次 那么大家怎么说这个事情呢 还有的因为生活所迫 出去打工 一年也就过年才回来那几天 难道你又说 她不应该出去打工 就应该守到父母身边吗 这样的笑 使自己家陷入困境的笑 是真的很孝顺吗 我不能理解 因为我的理解是 让自己家生活好一点 让自己家都能够快乐的生活 而不是去手头拮据的去生活 我的目标就是多 就是出来了以后 多看看外面的世界 第一呢 是舒缓我的心情 我在家也是有抑郁症的 所以我也是 因为出来了以后 我的身体条件才好转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 我又自强不息的去做自媒体 做了自媒体 我赚了钱 我就希望我的家人 包括我弟弟 包括我妈妈 他包括我的子女 都能过得很好 因为这样的话 我自己也挣到钱了 我自己呢 就是过得也好 我女儿也不用担心我 我手头上有个余钱 我还能帮助我弟弟 这样有什么不好呢 为什么有很多人都要说 父母债不远游 因为这个父母债 根据个人家庭的情况 这个呢 我也不是说给大家争辩 我只是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事实 这个情况 就是给大家告诉一下 为什么我母亲债还要远游 因为我有不得已的情况 我又不得不出去的理由 我又不得不出去的苦衷 在目前的大家都知道 现在旅游行业呢 出国风很旺 很多年轻人都开始 包括年纪大 都在商谈着出国 我一直都没有提出国的事 为什么 因为就是有我老母亲在 我想在国内 不管我有多远 就是有了事的话 我两天三天 我都能到家 但是如果出国以后 那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现在 就没有说出国的事 所以每个人都是 根据自己的家庭 决定自己的生活 我们家我老大 是在我们老家生活 他比我小三岁 也已经五十多岁了 还每天出去打工 在县城一个 就是涂料厂上班 我妈有病了以后 她就来了一次 因为厂里不好请假 就来了一次 我们家老二呢 在广州打工 老二那边也是工厂的原因 也是请不了假 也是回不来 二弟媳妇呢 基本上就是 他以前是学推拿按摩的 工作呢 也是有时候有得做 有时候没得做的 那样不稳定的工作 每个人都在努力的生活着 都在努力的活着 你看我弟 他也没钱买房子 组的房子 就那样 我就那两千块钱 我能帮助他们 但是现在不同了 我可以自己挣到钱 可以用我挣到的钱 去补贴他们 这样的话 你看我弟媳 他是很高兴的 为什么 因为我能帮到他们 我能帮到他们 所以说 每个人的家庭状况 没有 包括我家老三 因为之前呢 他有点病 然后没上班 靠我弟媳妇 在地铁站扫地 打工 来维持一家的生活 而且他们家住的 还是连组房 所以你看 每家都是 生活条件都这么不好 你说 五十多岁了 六十岁了 我想去 过一样不一样的 就是五十多岁人的 一个生活吧 所以我走出来了 现在他们知道 这种情况以后呢 他们非常支持 因为什么 我这种情况来说 就是说 我自己也过得比较好 我弟弟他们呢 有个啥事 有点困难 给我张张嘴 我都能去 及时的补贴他们呀 给他们一些 经济上的援助 所以我们家 现在我们所有的 我兄弟 包括我妈 他们都认为 我目前 我这种情况 我们家这种情况 是最适合我们家的 我妈昨天还跟我说 她说过了节 如果我恢复的好一点了 我能好一点了 你在家里没有啥事 你坐到这 你就给我做三顿饭 也没啥 你不在的话 你弟兄 他们每天下班 三顿饭也都做了 她说现在也不用到医院 也不用干啥 她说你该干啥 还干啥去 还在催我 但是我想着 我自己回来了嘛 不管怎么样 我要照顾她一段时间 我欣慰的就是看到你 就是恢复这么好 我也就比较高兴 比较放心了 就是将来 以后我出去 我也是比较放心的 看到家里的现在状态呢 我也是比较放心的 反正是怎么说呢 各家不知道 各家的难 但是我首先想做到的 我温馨无愧 我做到了 作为一个女儿 该做的任何事情 我也是 我都要来说 我都要去 我都要去